公元68年,唐朝的安息都府郭孝克击败了秋迟国后,把安息都府府迁到了秋迟 从此,大唐广辖了位于今天的新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 杰尔杰斯坦全部、塔切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呼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等广大地区 这也让安息大都府府成为了唐朝在西部地区最大的军政机构 公元760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树中先后两次下诏 从安息抽调精兵强将,陆内地勤王,第一次调兵五千,第二次调兵三千 导致历经两次分兵的安息只剩万语兵马,指的在吐蕃和回哥两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夹缝中求生存 随后大宁军往蒲古怀恩返叛,率兵指使长安城下,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主管河西、北亭与安息的河西节度使杨自烈从敦煌、树州、甘州、梁州调集了五千清兵 采用围魁救赵之际,派监军普恩达直击领悟 五千战士踏刀光、剑学营、普战速日全军覆灭 才让长安得以喘息,重整防守 也正因为这一战让河西阻力丧失过半 而此时的吐蕃一看机会来了,重兵进攻河西 由于河西各州兵力空虚,梁正很快陷入吐蕃之手 杨自烈不得已逃到甘州,坚守一年后在征兵途中被部下勾结叛军杀害 杨自烈的死震惊了大唐朝廷 公元764年10月,普古怀恩再次发兵长安 郭子怡当起退敌后,又直路回哥大营 于后来成为回虎可汉的耀罗格士 和后来成为回哥大象的白罗蒂等人一起 会蒙蓬源,化刚哥为玉博 签署了唐朝与回哥共同对付吐蕃的盟约 到了公元765年,郭兴作为朝廷的西巡使臣被伯父派到了安西 不料却在到达后的第二年,吐蕃攻陷甘州 接着,另一个河西重镇数周陷落 唐军在河西的主义也被歼灭 接替杨自烈出任河西结冻使兼河西复原帅的唐帝杨修明战士 从此,西部地区与唐亭直辖本土之间的交通和联系被切断 郭兴与寝生的数千将士有加难回 而此时的吐蕃却采取了为额不打的方针 开始仿佛离间,散布消息妄缩国囊,以图摇动人心的政治诱乡公司 而当时以市政杰都使身份组阵安西的郭兴继承了伯父郭子怡的政策 艰难而成功地保卫了唐朝的西锤飞地 在历经了38年无数的大小战役后 战略要地西周在公元803年陷落 但即便如此,古西之年的郭兴和他不到三千白发长长的长兵 面对着气劣松仗轻率的十万虎狼之师 于回忽里面外合,大败吐蕃 直到公元808年初冬,在吐蕃的一次夜袭中 顾玄大漠西部42年的安息终于陷落 郭兴与他的一千白发老兵战事沙场 为国捐去,一代郡王陨落大漠